哥哥 你真的不肯要我了 不是我不要你 是你不要我 我是听到尽快不行了 这才先来看他的 那你就不担心我吗 我怎么不担心你 小瑶 那你就不担心我了 啊 全都不担心我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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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 哥哥 哥哥 不要叫我哥哥 我日日夜夜都挂念着你 你倒好 一回来就跑来看别的男人 一点都不惦记我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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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我 不要叫我哥哥 没有你这样狠心的妹妹 哥哥 你真的不肯要我了 不是我不要你 是你不要我 我是听到尽快不行了 这才先来看他的 那你就不担心我吗 我怎么不担心你 我昏迷之时 时常惦记着你 我来到了旨意上 看到一怕繁华热闹 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我这才略微放心 我见到心愿以后 第一个问的人就是你 我见到心愿以后 你这个是真是吓死我了 你会看看 我被冤枉有的 我每天都会做 我之前都会跟一个人 我会 מה无缘的 我怕你和娘亲没有孤 孤孤一样 没事了 哥哥 你放心吧 以后我一定会小心的 跟我回陈荣山吧 我想等姐醒过来以后再跟你回去 可以吗 哥哥 好 但是 你得注意分寸